歡迎收看Facebook Channel 我是輝立的高級業務經理佐佐 在9月底當時跟大家分享過 美國的道指拋離香港恆指4000點 這是一個很不合理的水平 兩者的差距收窄到3000點似乎比較正常 而往後相關的指數差距是真的收窄 而去到10月底相關的差距更加收窄到接近2000點 而當時美國的指數也剛剛跌了下來 我們要捕捉中間的一個機會 比較簡單一點的做法就是 直接握一張美國的期貨 如果我們握一張美國道指期貨 用大約是26000點左右的水平 然後其實幾天四天的時間 它已經升了2000點去到28000 如果以一張最小的一個微型道指來說 這2000點已經帶了大約7000多 8000元港幣的回報 而現在在美國總統選舉的投票告一段落 看來就似乎是拜登比較大機會當選 但特朗普看來就似乎不會那麼容易放棄 有機會往後是一些訴訟 或者是一些其他潛在的動作 那會不會引致美國的一些動盪呢 暫時都不可以完全排除 當然啦 就算美國出現一些動盪 對香港來說影響相對小一點 但我們要有一個這樣的戒心 而拜登假如他能夠順利上場的話 短線來說可能是對一些中國概念股 或者香港的股市是比較有利的 但是具體上場之後會有什麼政策呢 暫時依然是有待觀察 在美國潛在可能有一些動盪 加上是拜登的一些不確定性 在這個情況下 如果大家想部署好倉 在下個星期五 即是11月13日之前 可能用一些long call的部署 會被直接買入股票 有機會的風險回報會更加理想 多謝各位 以上純實個人意見 並不構成任何買賣邀請 本人歐蘭建為證監會的持牌人士 直至本評論發表之前 本人以及聯繫者並無持有所提及證券的 所有相關財務權益